真的太美了 是屬於性價比買的 非常超足 居然有帶著它的感覺 然後又帶著 又到了我們一年一度 雙11的時候囉 今年的雙11來的特別特別的早 有沒有 10月中就開始了 雖然在雙11還沒開始之前呢 我就已經先買了一點什麼 所以這一期呢 就給大家提供一個雙11購物靈感吧 都是一些我回購 然後並且很喜歡的一些東西 叮咚 第一個 噢 雞 我終於買了它 從去年觀望到現在喔 已經觀望了兩年嘛 最後還是買了Sony的XN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直在糾結 是要買Sony還是蘋果的嗎 然後今年9月份等那個蘋果更新 結果它居然沒有更新 我意外的等來 他們上個月新出的新色 煙灰粉 煙灰玫瑰 天啊這個超好看有沒有 同志們 我好喜歡 哇 天啊它真的太美了 我最近非常的熱愛它 就是一出門就很想要戴著它的感覺 然後一戴上你就會覺得說 啊 我耳朵聾了 因為我覺得它這樣造還不錯 續航能力呢 是大概30個小時左右 它的音質呢 我個人覺得它不算是那種很清脆型的 它是比較偏厚重型的 這樣造呢 我這幾天戴下來的感覺呢 就是如果你在室內一個環境的話 你戴上就是耳朵聾了那種感覺 然後如果是在室內環境比較嘈雜的地方 比如說像健身房 它音樂不是會放很大聲嗎 戴上去呢也是聽不到音響的聲音的 但是如果在室外 比如說在公交車上 那種比較嘈雜的環境呢 是可以聽得到外面一點聲音的 然後走在路上呢 比較安靜的路是聽不到 但是如果旁邊有那個車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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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你是聽得到的 那這點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如果你走在路上 一點聲音都聽不到 我就會滿可怕的 然後這個我是在小程序上買的 它好像新的顏色是沒有便宜 但是我昨天剛剛發現 京东满间 好像可以便宜一个一两百块钱 早知道我就等双十一再买了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的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美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我最近很爱用的 柏拉雅的双抗眼霜 它家的所有双抗我都很爱 它这个眼霜性价比很香 就是属于我白天晚上用呢 我都不会心疼的程度 主要是它淡化黑眼圈效果真的挺好的 爱熬夜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你眼下挂了这两坨黑黑的 就很影响你的气色 你有时候化妆都遮都遮不掉 而且还有种要向你眼周蔓延的感觉 那双抗眼霜呢 就是让你熬大夜之后 给你预防跟急救的 长期用下来呢 你的黑眼圈真的能淡不少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送了这个按摩棒 白天睡醒啊 你就用这个按摩棒加眼霜哦 一起按摩眼周 直接高效消皱 而且用完之后 你眼周眼下这边是很滋润的 如果你后续要上妆的话 也完全不会担心卡纹 这款呢就真的很适合爱熬夜 然后眼睛又容易肿的姐妹 趁大处啊 买一送一个量的时候 买不要太划算 接下来呢 要买是这个斯塔福的大白罐 超厚重的保湿霜 如果你是一个秋冬季节 超级无敌大干皮 就是干得要死 然后呢 你又是一个很敏感的皮肤 就是涂什么含香肌或是含烟腥 你都不舒服的 买它 我之前看人家用的时候 他们都说很厚重 我心想说到底有多厚重 然后我就自己买一罐回来 哇哦 我秋冬应该离不开它 它那个质地一看就是那种膏状的 完全没有流动性的 但是它的厚重感你涂上去呢 它是很好推开的 也不会觉得涂完之后油油的 然后那个手就是一直划不开的感觉 很好吸收 你晚上涂那种比较普通的身体乳 涂完之后呢 当下很滋润 但是我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呢 你能看到你的脚踝 还是有一点点干干的感觉 但是我用它 我第二天出门 就是在等车的时候 低头看到自己脚踝 还是嫩的 真的就如同他所说的 可以保持48小时的保湿 林宋依的话真的很划算 它超大一罐可以用很久 所以秋冬大干皮 真的可以试一下它 说完没有味道的身体乳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味道的 叮咚 麻吉拉的慵懒周末 哇 这瓶是我前阵子买的 我真的拿出来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的味道我真的 很喜欢 香氛类的身体乳 其实我用过蛮多种的 它这一款喔 你一涂上去 它那个味道就直冲你天灵盖的那种感觉 就是腌入味 腌入味 就它的流香程度超持久 我个人觉得比他们家的香水 还要久很多很多很多 诶 怎么洗不出来 哦 它呢 就是 就是 啊 好香 太香了 救命了 好香啊 它的味道我个人觉得跟它慵懒周末的名字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闻上去是玫瑰花香调的 然后还有一股荔枝味吗 的感觉 就是非常经典 非常醇厚 非常甜腻的花果香调 我很喜欢它家的这个厚调 明天喔 睡醒 我出门 然后甚至我去健身 然后回来 我要洗澡脱衣服的时候 我还是能闻到它淡淡的那个厚调的味道 但是味道这个东西很私人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专规试一下 然后再做选择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我狂推 艾尔博士的全新闪充面霜 主打修护加抗老 之前它家经典版 我用完两罐我就很爱 就是你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坦白讲 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 就是它们经典版白色容质地 如果你夏天用的话呢 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厚重 所以前几天 当我知道它们家新出分敷值定制版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 滋润霜跟清透霜我都试了一下 滋润霜呢是乳酪质地 肤感绵软滋润度更好 干皮用啊秋冬用就很适合 那清透霜呢就比较轻盈 雅光感轻薄透气 更适合油皮或者夏天 它这个新款一出 就是不论肤质还是不论季节 它都是有能用的版本了 现在马上秋冬 我就直接用这个滋润版的了 哇它的肤感真的很舒服 一次用完之后我都觉得我脸软绵绵的 而且它的成分跟功效都是有一个进阶的 5%的益生菌发酵荷藻加一负一呢 是可以在维生态层面逆转衰老的 紧致补平你的纹路 加上大小分子的重组胶原蛋白呢 帮助你充盈你的基底胶原 让你的皮肤更加蓬润饱满 而且我用它喔 脸的状态真的很稳定 毕竟人家艾尔博士呢是专研维生态科学护肤领域的 修护维稳啊算是他们家产品的基础功效了 趁大度缺面霜的姐妹真的可以试一下 接下来呢就是毕屯的防晒 欧莱雅的小金管 但是我这次买了 除了买小金管我还买了小银管 这个防晒呢是我年初的时候 就是问大家到底哪个防晒好用 它是热瓶第一 然后我就买了 果然真的很好用 SPF50加的防晒系数呢 对于我日常需求是完全足够的 它的质地是那种乳液状的 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 我还蛮喜欢它的上脸感觉 就是你涂完之后不会觉得整个脸就是 油光满面然后油润润的 然后也不会那种假白假白 非常的自然 还有一点我很喜欢就是它除了防晒以外 它里面还添加了玻尿酸 还有一些养肤的提取固 就是有种内外兼顾的感觉吧 就是边防晒的同时还边养肤 所以这瓶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看它们的肤质分类就是 如果你是比较偏干皮呢 就用小金管 如果你比较偏油皮混油的话 就用小银管 那我这次是两管都买了 我觉得银管的话可能更适合我夏天用 然后接下来要买的是运动内衣 我又买了两件迪卡农的运动内衣 它是拉链宽的 就是非常好穿脱 但这件呢我去年已经买过两件了 我今年又买原因是因为我去年买了两件 它底围松掉了 松掉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我瘦的 也有可能是穿久了 我觉得应该是我瘦了 因为我去年买的时候我150几 但是我现在只有130几 我底围瘦蛮小的 那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 它很好穿脱 它是前面拉链宽的 就你们能懂吗 当你是个胖子运动完之后 你全身热得要死 然后你又穿一件非常紧的运动内衣 就是很紧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不太喜欢 那拉链室的话就是很舒服很方便 你一拉就脱掉了 要穿就扣上去 然后加上我觉得它们家性价比蛮高的吧 才100出头 然后它的包裹性跟承托能力 我个人觉得是OK的 因为我去年那么胖的时候 我在家里是跳 跳纠结跳槽 那很多跳跃运动 我都觉得 没有耗得很难受 但是实话实说 它没有我买过那个 两三百块钱的运动内衣 要耐穿 对 然后下一个呢 我买了一个NB的鞋子 其实我还想买它们家的1906 但是我一直在纠结到你买哪一款 因为它们家好多款 那个1906 而且每一款 其实我有点眼盲 就是 我觉得每一款都长得差不多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买哪一双 然后我预售订定是买了一双 普通款的 因为它折后好像才300多 我觉得非常划算 它们家鞋子我买过蛮多双的 我现在每天穿的是一双574 所以打算再买一双 因为我每天健身 其实蛮费鞋子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每次大处必囤的咖啡豆 大家有问我咖啡豆的推荐喔 说实话 我之前前两年吧 就是刚开始买豆子的时候呢 我就很喜欢尝试新的豆子 我会疯狂买不一样 就是我没有喝过豆子 但是现在日子久咯 渐渐的不会再想要去尝试 没有喝过的豆子 就每次如果想要补货的话 只会买 就是我经常买的那一两家 渐渐的你没有任何要求 你就是想要喝一种很稳定的口凉豆 就是你一喝 欸对 就是这个味道的口凉豆 我最经常买的 我已经买了很多包 看到了吗 这个叫做 乔治队长 对我差点忘了 他们家的口凉豆呢 是属于性价比蛮高 一磅好像才六七十 如果你大处买的话 可能不到六十就可以买一磅 他们家就是主打一个出品稳定吧 我买了那么多包 回来每次一喝就是 对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你一喝不会觉得 哇哦 好好喝哦 但是你也不会觉得 嗯 怎么那么难喝 这种感觉你懂了吧 就是很稳定的口凉豆 就是我之前有碰到两家咖啡厅 因为我都是他们家的豆子 所以如果你也想买一个 稳定的口凉豆的话 可以买这一支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呢 是我很久没有买的素食 这一个 我真的很久没有买这些素食类的东西了 这我起码看了人家吃了一两年了吧 我去年就是很馋看到人家吃这个 但是我没有买 因为我去年很认真在减肥 今年就不需要那么认真了呀 就是这个冒烟辣拌面 叮咚 是的我煮了一碗爆辣版本的 一种是微辣版本 我买的是爆辣的 他们还有分有牛肉版跟没有牛肉版 我买的是没有牛肉的 这个粉条是我第一家的 因为他们有牛肉版本的一包好像蛮贵的 所以我买的是没有牛肉版本的 做活动的时候买呢就很划算 他们家面条份量超足 居然有200克 是这种粗粗的手擀面 很好吃 吃起来非常的劲道 爆辣口味的很辣 就我买这个就是有时候我嘴巴很馋 很想要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我就会足以保这个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喜欢爆辣的拌面真的可以试一下 很重口的那种麻辣火锅底料跟豆瓣酱的味道 我喜欢的原因除了它的口味很重口 以外还有这个面条 他们家这个面条真的 很筋道 粗粗的手擀面 有点像新疆的拉条子的那种感觉 做活动的时候我才会想买 如果不做活动的话 我其实觉得有点贵 真的巨辣辣的不得了 但是就是越辣越想吃 越辣越过瘾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辣椒喔 就是真的辣 但是真的很辣 可是你就是很想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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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蛮好吃的大家可以去买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 雙十一购物灵感的全部内容啦 以上的所有东西 除了那个耳机 再给你们看一眼 它真的好美 它以后会在我的视频里出镜率还蛮高的 真的很漂亮耶 除了这个耳机跟麻吉拉的身体乳 其他所有全都是我回购的东西 就是用了再用很喜欢的 希望有给你们提供到一些灵感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买得开心 再说一句 买有用的 没有用的 不要瞎买你知道吗 好啦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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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